大家好,我是荣耳 今儿咱们用玉米面来做饺子 先来和面 玉米面150克 开水100克 边加边搅拌 先用开水烫面 这样可以让玉米面的口感吃起来更细腻 玉米面烫好后再加200克普通面粉 3克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加60克凉水 没有干面粉后下手揉面 先基本的揉成一个面团 这里不用揉光滑 揉好后盖上保鲜膜 先饧面20分钟 20分钟后来揉面就非常好揉了 然后继续饧面2个小时 饧好后取出来移到砧板上 撒点干面粉防粘 接着用手掌先把面团压扁 然后开始擀面 擀开擀薄 砧板比较小的可以把面片卷起来擀 这样不仅节约空间还能更省力 擀成饺子皮的厚度就可以了 接着取出来一个圆形的模具 压出饺子皮大小的圆形 这个方法简单又快速 比一个个擀饺子皮快多了 面片全部用完后就得到了这么多大小一致的饺子皮 下面就可以来包饺子了 馅是我提前调好的 用的是猪肉、香菇、青豆、玉米 大家爱吃素的也可以调成韭菜鸡蛋馅 舀入一勺馅放在饺子皮中间 然后先对折 再捏合起来就可以了 怎么简单怎么包 全部做好后就可以烧水了 水开加一勺盐 然后下入饺子煮 大火煮开 煮到饺子圆鼓鼓的 全部飘起来就熟透了 捞出来就可以开吃了 玉米面做了饺子就完成啦 颜色微微发黄 热量低还好吃 你还可以用来做蒸饺哦 大火15分钟就蒸熟了 吃起来比饺子皮会更劲道一些